嗨,大家好,我是茶子鱼 很开心又跟大家见面了 上期的山水教程有同学反应有点复杂 今天我们来学习这幅简单些的泼墨山水吧 新建一个1400x2700的画布 第一层涂层先画上指纹 涂层样式线性加深 在色盘上选择一个浅灰色 一笔铺上指纹 色盘上双击一下最底端可以选取到最黑的颜色 绘制衫的时候要有起伏,笔牙有轻有重 用涂抹工具柔化山的底部 涂抹的时候注意是上下垂直的方向 让泼墨有一种由上往下渗化的感觉 涂抹笔刷的大小可以根据需要适当调整 用点抬笔刷给山的边缘绘制植被 树林的剑影 接下来绘制远处第二层山 同样的笔刷和方法 涂抹的方向也是上下垂直 点抬笔刷画出树木的剑影 因为是远深,把涂层不透明度降低 接下来绘制第三层山 山上有流水,画面才更生动 我们在山上绘制一条瀑布 复制一个笔刷 扁开设置形状,各数条为一 在画布上清点,绘制最近处的山 同样用涂抹工具垂直柔化底部边缘 左滑复制涂层 调整一下位置 手指 手指上下粘合,合并两个涂层 在近处的山丘上绘制房子 通往房子的山间小道 通往房子的山间小道 房子旁边绘制树木 中文字幕统制作 因为树木不是主体 把它的不透明度降低一些 把树木复制一层给旁边的山丘 绘制一些飞鸟 让画面生动起来 最后选择一个深红色 盖上你的印章 一幅简易的泼墨山水画就完成了 最后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成果 关注我 丛林开始学过风插画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